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徐民雄 今天是4月19號 今天台北股市還是持續往上走 現在今天是上漲104點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今天有一度拉回 很快的往上拉 今天其實整個盤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整個指數還是往上走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呢 今天我們的像有鋼鐵股是最強勢 漲停非常多 鋼鐵股還有運輸 還有電器 還有像塑膠 這些股票近期是排名上比較火熱的 操作上如果我在還是告訴你 那你手邊沒有 那你就先不要追 那如果有 持股續爆 這是我給你一個簡單的一個定下結論 那我們來看一下 近期你可以看到 像鋼鐵股 今天漲停板非常多 今天漲停板非常多 就連中鋼今天都漲停板 我們可以看到 中鋼漲停板 那其實他今天他的獲利 中鋼呢 他第一劑稅前賺 第一劑稅前賺 0.83第一劑 其實賺的 坦白說是不多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原物料現在還是有在漲 那因為美國他們現在在推他們的 他們的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就需要用到很多的 像水泥 鋼筋 那所以目前 目前像美股那邊的 像還有鋼板這些 這些鋼鐵股 那持續在大漲 那操作上 還是要有一些股票 還是要有一些區分 那你如果在這方面 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話 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那有拉回來 有拉回 那你再來承接 因為以目前來看的話 現在當然現在 可能還會有第二劑 第二劑可能還會再繼續 還會再調漲 還會再調漲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剛才講的是鋼鐵股 現在講的航運股 那航運股 航運股來說的話 有些股票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了 他們現在的 他們的合約價 已經開始在跌了 已經有開始在跌 那你不是所有 不是遠洋 近海的 已經開始在跌了 所以你這一方面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哪一些股票呢 我們也先不要點到人家 那近海的一些貨運 那是有哪些公司 那你如果不了解的話 你可以來諮詢 來到 到賴斯福軍來詢問 都可以我來告訴你 這樣可能比較快一點 當然這些股票 像航運股 你在操作上 那你如果現在手邊沒有的 你不要再追 千萬你不要隨便亂追股票 因為股票 你一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我們隨便看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 像萬海來看的話 它幾乎你可以看到 它是這樣上漲的 到了今天 已經萬海多少 80.6 你在最熱的時候 你進去追股價 都是在高檔 就像之前 在節目上 我也告訴你 像當時候我在上節目 第一天的時候 在4月12號上節目的時候 我也告訴你 這一個最高點這裡 27.05 這個群創 27.05 這檔股票 你不要來追 你不要隨便亂來追 你手邊沒有了 你就不要再追了 因為你的成本 跟我們的成本不一樣 你的成本 跟我們的成本不一樣 所以很多股票 在操作上的話 你也不用 像過熱的地方的時候 我會適度的來告訴你 來提醒你 也希望你不要在這個 操作股票上 你也不要受到傷害 絕對不能賠到錢 來這邊操作已經很辛苦了 要賠到錢 那更痛苦了 那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 像 來看這個 3661世新 這IC設計 其實我們在像 這一波我們是沒有IC設計 我們沒有這個世新 這個我們有 那很多IC設計 其實這一波 都是受到世新所影響 那其實很多股票都已經是 其實IC設計 很多股票都是跟著漲 跟著漲 只要有一點點好消息 一點點黑影 那就馬上市場上 馬上大家都去追逐 那造成最近 其實就是因為有世新的事件之後 才讓整個IC設計 整個緩下來 讓它整個沉浸下來 那現在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在看這IC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世新它這張股票 這家公司 它是非常好 那指示當然是中美貿易戰爭 那就是飛騰 中國大陸飛騰這家被中國給制裁 那又是世新的大客戶 那貢獻大概有39% 將會影響到世新今年的 它營收大概有25% 其實世新對 像在中國 其實中國他們自己要 要自製一些晶片 但是他們在IC設計方面的話 他們的自製能力比較差 他們需要尋找合作對象 那當然我們台股 我們台股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他們有找 他們要做高階的晶片 像CPU 還有像HPC的那個 HPC的高效能運算 這一個 他們要找誰 找我們台股有一些公司 當然以前在之前 他們是有找過像威盛 那後來就威盛 一陣子有跟他們合作 那後來就比較沒有不了了而刺 那目前來看的話 哪一家公司呢 世新 它主要要提供有 它之前提供給飛騰 給什麼 它PC 伺服器用的CPU產品 就是這個ASIC的設計服務 其實這ASIC這個設計的話 它本來不是 它就是一些比較 客製化的一個晶片 專屬用的地方 那有人專屬的地方 用的地方就可以用到 像之前很紅的比特幣 挖比特幣 那現在挖比特幣 你在用ASIC這個技術的話 你連電費都不夠 所以已經不符合使用了 現在是用HPC的 那高效能運算 這個晶片來挖礦 已經又不一樣了 它的速度 又是這ASIC的數十倍 那我們來看一下像 其實那世新他們主要 現在就是 我所說的就是高效能運算 他們就是這個 他們瞄準就是這個 HPC的晶片 以目前中國 他們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赤製 因為中美貿易戰爭 他們很多像超級電腦 超級電腦 要運用到的地方非常的多 但是他們如果受到中美 一直被美國人給掐住脖子 他們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 不可能啊 當然他們要怎麼樣 要自治 能力又有受限 當然就是找我們台股 我們台股他就找誰 找世新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一個就是 世新他們的HPC的晶片 這是HPC 高效能的晶片 這是他們的晶片 這是他們的晶片 所做的這些晶片 那應用的地方就很多了 像之前的ASIC 這個特定的應用的機體電路 這個呢 這個現在目前還是有 滿廣泛的在使用 算比較廣泛的在使用 那以目前來說的話 中國他們現在 他主要像世新主要在做的是 超級的電腦 超級電腦 還有網路伺服器 這兩方面是現在有比較 比較高端的地方 當然啦 手機當然也是很高端 要運用到手機 這也是非常的高端的地方 這是以目前來說的話 像世新他們都走比較高端的地方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像IC設計股 其實今天因為受到美國的制裁 所以失去這個訂單 但是世新公司它的技術 有沒有問題 技術沒有問題 這才是重點 我今天所說的就是 它的技術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地方是 中國和美國他們的貿易戰 那沒有問題來說的話 這檔股票 那哪時候是一個機會呢 到目前為止 從它開始以後 開始連續五根跌停板 現在已經有開始打開了 那以目前我們所觀察到 現在投信 現在投信目前 他們還是持續在出脫 他們持續在出脫 在4月16號這一天 禮拜五上週五 他們還是出脫了有1500多張 現在目前投信 我們台股投信總共 他的庫存有4365張 4365張 我們要觀察 投信 因為他們有封控 他們不管如何 因為現在投資人要輸回 加上其實這一段的 這樣子的下跌的時候 他們像這種投信來說的話 他們的封控就必須要求他們要把它給出掉 現在這個我的看法是 投信如果把這些持股把它出到差不多的時候 那四星大概股價也大概也幾乎快要落底了 那這個四星落底以後 是要投資四星呢 還是其他的IC設計呢 當然第一首選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四星啊 當然是四星啊 當然以目前為止 還是要稍微再等待一下 現在還在主份 五分鐘交易盤 那操作上 你如果手中沒有的 你就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那我第一時間來告訴你 可以到中國圈來這邊來詢問 那我可以很快速的告訴你 到目前為止 我們這個IC設計 像四星啊 還有像3228 精力科啊 那精力科可能比較不一樣 像精力科啊 還有像浦城啊 九陽電啊 還有像 還有什麼 還有6533 那精心科 這些其實有 那每一家的一些IC設計 他們所承受到的 像四星所影響的不太一樣 有的是它本身 本身就有問題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精力科 它去年總共只有賺一塊錢 那今年一到三月 都是150%的成長 150%的成長 就讓你在成長兩倍好了 那它能夠獲利多少 我們給你算 給你算一劑 那一劑的話 讓你給你賺三塊錢好不好 給你三塊 一年也不就12塊 那它股價之前也漲到多少 大概之前股價漲到615 一年如果賺1.12塊 如果漲到600多 615 那本利比也是50倍啊 這也是相當高相當高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6129啊 普城啊 其實這有沒有去年還負 還負了0.4 那今年呢 有啊有成長啦 但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今年轉虧為盈 一些也可以 轉虧一點點 那還有另外一檔8040 九陽電 去年負的1.7 以目前為止 去年已經負了 到目前為止 1、2、3月 還是負的 只有1月是正的 43% 後來還是負的 那今年還會賺到錢嗎 恐怕還很難講喔 股價漲到哪裡了 股價最高漲到78 賠錢的公司 股價漲到78 所以在操作上的話 那你不是很懂的話 你不能因為 看到黑影就追 就像 航運股 還有像 鋼鐵股 原物料股 這些 你手邊沒有人 你稍微等一下 你稍微等一下 真的要稍微等一下 這是IC設計方面 那今天 其實IC設計 不是全部的都不好喔 還有一個IC設計的地方 MOSPHE MOSPHE 我們來看一下 像 8261 副頂啊 今天漲停板再創波段新高 副頂啊 MOSPHE 3317 尼克森 再創波段新高 今天沒有說漲停板 今天還是有上漲1.9元 這是尼克森啊 不是所有IC設計都不好喔 你要看 他IC設計 設計哪一方面喔 因為現在 MOSPHE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像 MOSPHE來說的話 我們看他的財報 直接最快速 像我們可以看到 像MOSPHE的 我們可以看到 尼克森 去年賺了3塊錢 那今年的第一季 正成長66% 第二 1月份66% 2月份52% 3月份28% 還是正成長的上去 那去年已經有獲利了 那今年 其實今年 我一直要告訴投資朋友 去年在第三季 第四季 MOSPHE都已經有調漲 到今年的第一季 還有再調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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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他營收的成長 營收的年成長 這算起來的話 今年他們可以獲利多少錢 今年他們可以獲利多少錢 所以你可以看到股價 今天在創高 它不是沒有道理 創高不是沒有道理 還有8261 一樣 就是這樣子 這個 富鼎去年是2.44% 1月份99% 年成長99% 2月76% 3月87% 這樣是往上的在走 加上我跟你說 去年第三季 第四季 今年第一季 接下來第二季 還要再漲價 還要再漲價 這是MOSPHE 那操作上的話 我們就是在操作上來看的 那你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話 那我歡迎你可以來諮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今天所要講的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鴻海 鴻海家族 那鴻海家族的話 其實近期就兩檔股 有三檔股票 像有像6456的GIS 那因為現在有蘋果那邊有 它是蘋果的概念股 那現在蘋果那邊他們有單子要出 那所以面板那邊有報價 又上漲 那觸控面板那邊 它還有呢像天玉 那這驅動IC 還有像 還有像台陽 那近期也在飆漲 那今天就因為 SpaceX 就是現在有傳言說來我們台灣 來這邊來採購 來找合作 那第一個 現在新聞出來反而下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像2314 台陽 今天新聞出來反而拉回 是台陽 所以操作上 你如果看著新聞的話 今天剛好 今天進去馬上就到牢了 那所以在操作上的話 你絕對不能隨便亂去買 因為它以目前今天的時候 今天一度有來到50塊 這是台陽 一度來到50塊 有在創波段新高 這是台陽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像鴻海近期 我們可以看到像鴻海 近期可以說台股一直創新高 台股一直在創新高 那鴻海呢 鴻海反而在整理 拉回在整理 因為最近可以看到像 我們可以看到 那鴻海的這一波 其實鴻海在上漲的時候 是以電動車 MIH 就是電動車的平台 那以目前到3月29號 所看到的資訊 他們現在的軟硬體公司 加入總共1348家 其實這是做要準備來 在鴻海強攻 Apple Car的最有強而有力的後盾 但是以目前就是因為 鴻海就是有傳言 你可以看到 傳言是他們有傳言 Apple Car 蘋果找了另外一家公司 哪一家呢 就是不同 就是傳言是LG 那就是跟鴻海破局 所以鴻海近期的拉回 但是呢 它的電動車平台 未來有沒有 有沒有利基 有沒有 當然有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那鴻海還有 未來有沒有機會 我們明天我來再告訴你 我們明天見 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致富 投資風險